下午接近四點 白色轎車開進燒肉店停車場 駕駛黑衣男子沒有進店消費 直接走掉 這就算了 凌晨兩點多要離開 發現鐵門上鎖 還有店長來幫他開門 他就很生氣 他就說 你現在立刻馬上給我過來 我說沒辦法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給我密碼 我自己進來 大半夜的已經是下班時間 店長被吵醒拒絕開門 要他出示消費發票 男子卻找藉口說發票放在車上 還嗆聲有種別開門 到時候見面別說的像烏龜 就說好喔 我點多賠償你們停車費 你們妨礙自由 看誰比較嚴重 我不知道現在的人 連這種基本的禮貌都沒有 然後就自己偷偷摸摸 跟小偷一樣 就自己從那邊走過來 停車糾紛發生在台中南區 一間燒肉店 隔壁有塊空地 讓客人方便停車 沒想到卻成了路人甲的 免費停車場 男子停了整整24小時 自覺理虧 隔天下午同一時間 默默打開鐵門 自己把車開走 林索波的電話往線中 我們要給你拉黑了 對 他應該把我封鎖 警方說私人場地 沒有妨害自由問題 但民眾想要停車 就得依照店家 自訂的停車規範 不能想停就停 想走就走 讓人搖頭 記者 劉美麗雲傑 台中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喜來 燈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 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 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它應該不會變成 那白糖 還會不會變成 沒有煩涼跑 你會不會變成 會不會 對